相信每一段經歷都是蛻變的開始 相信每個人都有改變的機會 從現在起走到自己 找到未來 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 桃竹苗分署 您接下來收看的是 旗開得勝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顧聽力 每天晚上的8點以及早上的7點半 收看我們旗開得勝 我是張家豪 在禮拜五坦白說 整天5個小時 12月的台子起真的是乏善可乘 5個小時過去了上下空間 足足只有34點 可是重點不是在這裡34點 重點是在於10點之前的加權指數 因為在10點的加權指數 當它最高點來到9,399點的時候 我相信當時全部市場的投資人 大家都秉息一代 心中發出了一個呼喊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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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各位到了中場發現它真的就停在9,399點沒有突破的時候 大家心裡面真的是有一種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失落感 其實R好在說完盤之後在這地方 我要請教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9,399點他的突破與否 跟你的實際獲利有沒有實質的關係 你問R老師突破之後我就要大力的去做一個買進 好各位 假設啦 假設你的策略是9,399突破之後 你要壓入全部的身家大力的去做個買進的時候 那我要讓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去做一個清楚的比較 如果你要把全部的身家壓買多的話 你會再拿下面這兩個點 你會選擇哪一個點 各位 今天盤中的最高點是9,399點 我相信大家都在當時秉析以待說 哇這個突破 突破之後絕對會有一個大波段 那突破之後要壓入全部的身家去做個買多 各位 各位我讓各位去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同樣是買進多單的話 你要在他9,399這個地方去買多 還是你要在他11月14號這一天的 8879點這個地方去買多 你說R老師如果是可以讓我選擇的話 我絕對是在8879 在11月14號這個地方我全力去買多 為什麼 因為我比較高的也知道 怎麼樣8879你買多跟9,399你買多 姑且不論獲利怎麼樣 你光是成本就差了500點 你光是成本就差了500點 那我現在再請教各位觀眾朋友 那9,399他有沒有突破 跟你的實質獲利有沒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關係 你說R老師我也知道啊 如果能夠在8879這個地方 我就知道我全力去買多的話 到現在500點 誰還管他9,399有沒有去突破 500點已經先掌握在手裡面了 誰還管他9,399有沒有去突破 可是問題是我就是沒有在 他11月14號的那個低點的時候 去做一個買進的動作嘛 各位坦白講 坦白講我們老實說 市場上能夠在11月14號 當他來到8879這個地方買進多單的 你覺得他在市場上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你說R老師他絕對扮演的是實質的贏家 為什麼因為他做到了贏家心法 告訴我們的這一件事情 在適當的時機建立合適的倉位 不用太早但是也不能夠太遲 各位如果在8879這個地方買多 他是一個適當時機的話 各位那當他已經漲了500點上來 來到9,399這個地方去買進多單的時候 那跟8879他成本已經差了500點的話 各位觀眾朋友 在這地方買進的 是不是這個市場上真實的一個實質的贏家 是不是 那你說老師市場上真的有這種贏家嗎 真的有那種贏家 真的在他反轉的第一天就做買進的動作嗎 我給各位看一下 當低點11月14號當天出現的時候 我帶我的會員我們做下面這個動作 8895買進多單 當時還是11月的台子期 11月14號當時是第三個禮拜一 所以這個台子11月的台子期 在兩天之後他就結算了 但是兩天之後結算的隔一天 也就是在11月17號 當12月的台子期成為主要交易月份的時候 我再請會員朋友再做這個動作 8907我們還是買多 當天8928我們繼續買多 就在阿哈老師一路的買多完畢之後 你看到最低點是11月14號 最低點是8879點 距離現在已經500點了 我開始買多之後 各位你看到這個指數 對我們就鎖定這個地方 8879沒有再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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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就這樣子一路的 網上一路的攻上來了 各位 給會員朋友的是什麼 我帶會員朋友的是什麼 或是說我講白話一點 會員朋友加入我的團隊 我賣給他們的是什麼 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這個 在適當的時機來建立合適的倉位 到現在我們姑且不論 同樣是買多的話 你買在8879 跟現在9399去買的話 你成本差人家500點 你覺得誰是市場上一個獅子的贏家 在這個時間點 你一定會提出一個問題 問阿哈老師 阿哈老師 為什麼你敢在那個時間點 在11月14號 當時是風聲鶴唳 當時是大家全部都是一片 一片烏雲產蛋 但是你為什麼有那個尬指 敢帶你的會員朋友 在11月14號 在8879點 第一點出現的當天 你全力買進多單 各位 阿哈老師 我在操作指數 我憑藉的絕對不是純粹的運氣 我憑藉的是一套 真的可以在市場上 經得起考驗的功夫 在11月14號 8879點出現的之前 我是怎麼樣去做布局跟評估的 這回來做一個回顧 為什麼阿哈老師 你就是有辦法去抓到 那個最適當的時機 各位 這個是加權指數的周線圖 周線圖的部分 阿哈運用神之K線 第一個判斷高檔收兩黑 必有低點9048一定會破 第二個判斷K線暗示 8902它一定會讓我們再出現 同樣一個畫面 兩條神之K線 出現在同樣一個畫面的時候 它帶出來的是 這個盤式它拉回 是要做一個破線點線 這個盤式它拉回 是要做一個破線點線 一個禮拜過去了 等到11月14號當天 等到11月14號當天 你看到這個K線暗示 8902點 真的讓你在看到的時候 因為當天最低點是8879 它是不是完成了一個破線點線 當它已經完成了這個破線點線完畢之後 在這個地方 要不要全力的去買進多單 你在這個地方 你全力的去買進多單 跟你到現在已經漲了500點 在8000 在9399點 再去買進多單的時候 你的成本是不是足足差 市場上的真實贏家 已經差了500點了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其實會員 進到R老師團隊 我給會員的 永遠只有 是這個東西 我給會員的 就是 一般投資人 你自己沒有辦法去拿到的東西 在適當的時機 來建立合適的倉位 不用太早 也不能夠太遲 或是怎麼去推論出來的 神智K線 神智K線 各位 那同樣的 到這個時間點 到這個時間點 當它已經從低點 買進之後 它已經大漲500點以後 當市場上大家都屏息一帶 9399突破之後 要全力的去做買多的時候 我要讓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再看一個東西 各位 OK 那如果 神智K線 K線暗示 這個點位 它一定會讓我們再看到的時候 那接下來 你要賺錢 應該要怎麼做 其實很多人 看R老師的節目 他看了老半天之後 發現說 奇怪 R老師一直在告訴我台股的未來 可是他實際上 一個人在操作的時候 孤軍奮戰的時候 他發現每次 明明知道標準答案 可是他自己就是 就是沒有辦法從這市場上賺到錢 真的很奇怪 各位 太遠的事情 我們也不用講 我們光是講12月1號 12月1號到今天為止 其實這一段 市場上很多人 被扒得東倒西歪 為什麼 來 各位 我們回過頭來看 從12月1號到今天為止 他在走的是什麼 他在走的是一個階梯 他在走的是一個階梯 可是他在走的是一個階梯 可是他在走的是一個階梯 如果你在這一段時間 你被扒得東倒西歪的話 其實是因為什麼原因 這是R好一直跟各位去強調的一個重點 你的節奏可能踩錯了 當你節奏不對的時候 你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費的 同樣的這個圖 我要讓各位去看到 同樣他如果是在走階梯的時候 那怎麼樣踩 才是踩對節奏呢 我帶會員朋友 我們是這麼操作的 我在電視上 在這一段時間 從12月1號 我就提醒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高出低進 高出低進 因為他在這個地方 你不可以採取突破跟進 12月1號 9268這個地方空 跌下來100點之後 隔天9149這地方 去做個買多 拉上去150點之後 在12月7號9301 我們再空 空完之後 當天跌了50點 我們補空買進 接著來到了9364點的時候 我們再去做一個放空 再去做一個架差 如果你是這樣子踩的話 是不是做出高出低進 低進高出 高出低進 低進高出 那你在這市場上 你有沒有辦法實實在在的 去賺得到錢 我常常跟各位去強調 一步一腳印 期貨操作 你不要好高霧遠 一步一腳印 你賺到的 永遠是你真的有努力 有付出過的錢 沒有那種白癡的午餐 你說老師 9268 12月1號 你真的有帶會員 在這地方空嗎 9268 當時是拉上來突破新高 你真的有帶會員 在這地方空嗎 各位 12月1號 12點24分 9268空 9268空 你問老師 你會不會只是剛好瞎猜 夢到了 各位為什麼要在9268 這個地方放空 因為當時 因為當時 他剛好來到洩行上緣 他是不是剛好來到洩行上緣 上緣是9279 那當天 好空在哪裡 9268 那9268 是在什麼時候 洩行上緣 是不是在12月1號 的這個地方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那空完之後 你看到隔天跳空大跌 你覺得那個是偶然 還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好 那就在他已經跌下來 到12月2號的時候 老師在9149 這個地方 我做了一個動作 做什麼動作 9149 我們買進多單 9149 我們買進多單 各位 一筆空單 一筆買單 你看到的是 期貨操作的什麼 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 為什麼可以達到這個最高的境界 因為踩對了節奏 當你有辦法去踩對了節奏的時候 各位 那個多空不是問題 重點永遠是 你在什麼時候出手會賺錢 9149 我們買進多單之後 我們預估下一個壓力在什麼地方 就直接到9300了 就直接到9300了 所以當9300來領的前一刻 9301 是不是做一個放空 是不是做一個放空 那放空完畢之後 當天 從9301點 跌下來 跌了50點的時候 各位 到底是誰在這裡賣 到底是誰在這裡買 9301放空 9301的空單已經獲利50點了 口述多的 是不是把它回補 誰在這裡賣 誰在9301空 誰在這裡買 是不是市場上獅子的贏家 是不是市場上獅子的贏家 這次是12月7號 9301空 9251買 這個叫做什麼 高出低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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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當你踩對了節奏 你在這市場上 你扮演的 是不是十指的賺錢的角色 好 那當它在突破新高的時候 來到9364的時候 來到9364的時候 這時候是突破跟進嗎 不是欸 我們只做一個動作 9364這個地方 再給它空下去 做一個短線的架叉 好 再做的是什麼 好 再做的是什麼 我在做的就是 讓會員朋友 可以在適當的時機 來建立合適的部位 我再告訴我們所有觀眾朋友 這個盤勢 它一路的往上走高的時候 但是很多人看多 但是不見得真的賺得到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測標所寫的 當你節奏沒有辦法踩對的時候 不管這個盤勢怎麼走 你所有的努力 全部都是白費的 可是你看看在這一段時間 當它一路在往上走的過程當中 也在電視上 我不斷的提醒 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在這一段時間 你要非常非常仔細的去找到 你盤中的那一個出手的點位 指數走高 但是你看多賺不到錢 那最終你得到什麼 什麼都沒有 可是同樣的 你在這一段時間 你跟上阿羅老師的腳步 阿羅老師帶你在核四的時間 來建立核四部位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高空低補低進高出 你在這個市場上 你扮演的 是不是你心中最想要的那個角色 獅子的贏家 所以當今天 當大家 盤中 最高點9399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在想 突破突破突破 可是我要讓各位觀眾朋友 去思考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 它突破之後 你要怎麼賺錢 那如果它沒有突破的話 你又應該怎麼樣去賺錢 我相信標準答案只有一個 標準答案只有一個 不管它有沒有突破 你要賺錢 永遠是 你必須要在適當的時機 建立合適的常委 不用太早 但是也不能夠太遲 所以今天 我們在這個週末的時間 大家的心情比較平靜 也讓各位觀眾朋友 你好好的沉澱去做好思考之後 並且做好準備之後 如果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你發現你在這市場上 真的沒有得到你想要的結果的時候 而且你在今天的節目裡面 你找出的原因 原來是那個節奏 我沒有踩錯 那你應該怎麼樣去做一個補足 給會員朋友的就是這個 在適當的時機 來建立合適的常委 不用太早 也不能夠太遲 當你把這個適當的時機 把它補足完畢之後 各位 那下個禮拜 你有沒有更有信心 更容易的 在這市場上去賺得到錢 趁著中場休息的時候 大家好好去思考這個問題 等一下休息回來 阿好要告訴你 如果你決定跟上阿老師團隊的話 那我們下一個禮拜 到底怎麼樣去採對我們的節奏 抓取我們應該得到的絕對報酬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馬上回來 我摸嘴就打 摸嘴就打 好 你累了嗎 保利達蠻牛 精力充沛 保利達蠻牛 投資獲利雙指標 顧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禁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顧得投顧 顧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顧得投顧就是good 02-2578-3000 02-2578-3000 02-2578-3000 顧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顧得投顧就是good 02-2578-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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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讓一個人變成一家人 從此為愛出發 歐洲年度最佳MPV Citroen C4Picasso Citroen 投資獲利雙指標 顧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顧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顧得投顧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好 見了好 無見 光顧 香顧 天啊 十彩 空放而渡 好 見了好 無見 讓您感慨無愛台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來 各位 先給各位了解一下 目前的架構 接著跟各位去報告 下個禮拜重新開盤 我要帶會員朋友 怎麼樣去 從這個市場上抓到 我們應該得到的一個財富 來 各位先看到今天 今天的最高點 9,399點 很多人都期待 它突破之後 那接下來應該怎麼做呢 各位 其實我跟各位去報告 你現在擬定的策略 假設9399突破 你要全力買多的時候 那在8879這個地方 你為什麼不全力買多 我們姑且不論這兩筆多單 最後的結果是可以賺多少錢 但是在目前當時當下 成本就差了500點了 你覺得呢 但是你要全力買進多單的時候 我要讓各位去看到一個重點 K線暗示 這個點位它必然在線 那在這個時間點 你應該怎麼做呢 各位架構已經告訴你了 在這個時間點 你覺得 你要怎麼樣真的去 在這個市場上去賺到大錢 我要告訴各位一個重點 當你節奏不對的時候 告訴你再多台股的未來 你自己去努力 全部都是白費的 為什麼 為什麼 長的也不用講 我們就舉這幾天的例子 各位 這幾天市場 是走這樣子的一個階梯模式 市場是走這樣子的一個階梯模式 但是你反問自己 這幾天你在操作 你覺得很順利 還是覺得很辛苦 你說阿老師 這幾天我真的是被霸到 頭昏眼花 為什麼 為什麼 如果你知道它是走階梯的話 你告訴我 換你告訴我 你真的要賺錢應該怎麼做 你告訴我 好老師 高空低補 高空低補 高空再低補嗎 對啊 對啊 那問題是 你為什麼在那個關鍵的時間點 你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動作 各位 因為你缺少的是 我盤中在帶會員朋友做的動作 在適當的時機 來建立合適的常委 不用太早 也不能夠太遲 同樣的這一段 他在走階梯的時候 在盤後的節目裡面 我每天都提醒你 要做高出低進 要做高出低進 當然我們實際上 帶會員朋友 從12月1號到今天 我們在做什麼 高出低進 12月1號 當他衝破高點的時候 9268空 空完之後的隔天 大跌100點以上 9149買進 再做什麼 高出低進 低進之後 我們預估下一個支撐 下一個壓力是在9300點以上 我們在9301點放空 放空之後 當天下跌50點 9251回補 再做什麼 高出低進 累積資源擴大戰果 接著回補完畢之後 隔天再往上用跳空的方式 再往上攻高的時候 我們在9364這個地方 再去做一個放空的時候 並且在當天做一個短線架差的時候 然後再做什麼 踩對節奏 高出低進 擴大戰果 所以在這一個時間點 各位 真正的關鍵不是在9399 它會不會突破 真正的關鍵是 你接下來節奏怎麼踩 你接下來的節奏怎麼踩 然後怎麼去做一個規劃 來 我讓各位看清楚 在短線的部分 高檔收兩黑必有低點 那你接下來應該怎麼樣去踩節奏 詳細的一個點位 我都幫我們每一個會員朋友 都規劃完畢了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會員朋友的盤後報告 可是在這個時間點 我要讓我們所有觀眾朋友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還不是我的會員朋友的話 你在接下來的這一個禮拜 在下一個禮拜行情絕對很精彩 你要怎麼樣在適當的時機 來建立合適的倉位 不用太早 可是也不能夠太遲 這個就是我每天帶貨員朋友 在做的一個動作 在這個時間點 你好好的去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看著這個行情 哇 從一路的從8879 已經來到了9399點 已經大漲了500點之後 大家都在期待9399會破會破會破 大家在那裡化修的時候 你要不要實質的賺到錢 怎麼樣實質的賺到錢 各位 把人去化修給人去化修 你真正要賺錢 永遠就只有這個東西 當你節奏不對 所有的努力全部都是白費的 行情再怎麼好 你還是賺不到錢 可是節奏怎麼才對 各位 你必須要在適當的時機 來建立合適的倉位 這個就是會員朋友 會員朋友一定都是從觀眾朋友 信任到支持變成會員朋友的 那阿豪的會員跟各位觀眾 你們最大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我賣給會員的是什麼東西 我賣給會員的就是他們自己一個人 沒有辦法去得到的東西 沒有辦法去掌握住的東西 那個叫做在適當的時機 建立合適的倉位 不用太早也不能夠太遲 如果你在這個週末 你好好的去思考完畢之後 你下個禮拜 真的想要跨入贏家門檻的 開辦之前 撥通電話 手續辦好 馬上會做 好 祝福各位賺大錢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讓知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剛開村 補財不怕腳踏 手續還要手臂 在我看是夏天 整個人打到旁邊看 這樣操樓不要亂貸 是祖公子老的財 更辛苦也不可以幫 開來 農庫做事後 一般保連貸 你怎麼知道開來 投資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工作常熬夜 我一定喝萬丹紅紅豆水 給我好氣色 投資 去水氣 好輕盈 嗯 真是好水 萬丹紅紅豆水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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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愛吃肉 老公愛吃水果 婆婆愛吃菜 我用翠綠鮮 帶給家人滿滿 的愛 翠綠鮮沙拉醬